各位觀眾朋友們今天呢 來幫他測試一下滿改的ROMA 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就先把他改滿吧 我們先摳一點金幣出來用 好不好 沒有錢了 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把輪胎跟引擎都升滿 然後電控的話 只夠的嗎 喔OK不夠 底盤的話 就都 就這樣就好了吧 我覺得就 55333 我畢竟零件不夠了 全部給布加底 滿接ROMA 各位 雖然呢我們的速度沒有改滿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測起來應該也是挺夠的 看一下他的加速度 加速度呢現在是 0到100是3.7秒 然後100到200是5秒 也就是說呢 他在速度起來的時候 他起步比較慢 但他的尾速加速很強 是一台這樣的車 然後ECU呢不小心就給抽滿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很奇怪 那我來測一下吧 一樣 再來跑一下這個圖 原本我也沒有想過 羅馬會滿接 來看一下羅馬滿接的 感覺怎麼樣 起步的話 就真的還是比較慢 但你可以感受到他100 時速100過後開始 這個加速度就有感 那這個遊戲啊 必須要跟大家講 其實你大多數的時候 你的時速都是在100以上 所以 他就是起步弱了一點的車 起步弱了一點的車 看一下這裡 欸! 我靠 這就是滿接羅馬的威力嗎 然後看一下他這個瓶轉 喔! 羅馬的瓶轉有料 有料有料 秤一下再拉手上 OK 130出彎 點一下AYC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超過前面的GTR 喔! 衝啊! 趁速破表 加油衝啊! 好輸了 因為spin掉了 但 這個滿接羅馬跑起來 我覺得提速起來之後 手感其實 不錯耶 他變得紮實了 這個車是高改 手感會變好的車 來了 滿接羅馬 試一下試一下 他是要拿到新車 才有重置次數是不是 是嗎 而不是 升級才有 因為我上次試了之後 我拿到的是沒有的呀 來了來了 看一下 哇塞 這個加速度 羅馬跟蓋拉多加速度沒辦法比 我們馬上就能超過他 果然 羅馬 這個加速度比起來 還是有點差距的 但100過後 其實就沒差那麼多 這滿明顯的 這滿明顯的 OK 剛好看一下前面的滿接 滿接的 蓋拉多的差距 可以看一下 做一個評比 但是我這個的 極速什麼的還沒滿 所以這個還是有區別的 我的極速 就是我只有55333 這個改裝 所以 跑起來的話 不會比蓋拉多快 是正常 如果是多滿接的話 可能還是會輸一點 還是會輸一點 但就會輸的 其實沒那麼多 但羅馬是真的很強 現在這樣跑起來 羅馬是真的很強 我滿推薦大家的 如果你有 也可以養一台 就算是低階的也不錯開 低階的也不錯 高階的話 手感變得比較硬一點 可是 他還是很好開 你可以看到這邊還是 直接轉就過了 非常好開 對吧 對吧 但那個 前面的加速度是怎樣啊 哈哈 極限版的速度 哈哈 笑死 還是需要改滿 還是需要改滿 全改滿的話 我覺得羅馬跑起來 是比蓋拉多舒服 他就是穩 然後轉向 不錯 然後又不會滑胎 操控起來 整體的 舒適度是比 蓋拉多好很多 新車好開嗎 好開啊 好開啊 還是你要不要 換另外一個問題 新車好抽嗎 新車跟升級ECU 都能重置 真假 讓我去試試好不好 讓我去試試 我要兌換任何的 就是我要拿到新的ECU OKOK 那我 我要換C8 我想把C8換滿 我換一階 OK 實測 換了一階的C8 ECU 然後眉身 然後我可以重置鎖嗎 哇可以耶 天哪 我又可以5次了 那 感謝剛剛的隊友們 我又可以單排了各位 這挺好用的耶 那就不用那麼急著換完了嘛 反正到時候就可以直接 一直換 然後一直5次 一直爽 各位你們又學到了一招了 來了 哎呀哎呀 我剛剛看聊天室撞 看一下看一下 欸欸欸 好開好開 這個圖很難跑喔 跟大家講 這圖 是我少數很討厭的圖片 這裡的話 飄過來 然後 對不起 哇塞這個GTR GTR有料耶 我只能講 這一版 如果你有升GTR的 真的是有福 真的是有福 GTR現在 我剛剛開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GTR超強 他不知道在強擊電腿 他不知道在強擊電腿 然後GTR我現在是改23332 你的速度讓我輕跳加速 羅馬這邊是真的很穩 哇塞這個挖很難 哇欸欸欸 喔欸 這圖不管跑幾次 我都覺得不輸 那時候我其實有練這個圖 我練了幾場之後 我就把他管了 超速破表 加油衝啊 這個玩意很煩 然後再拉過來 但我必須要講 到時候就算是 蹭牆 然後會鎖速 這件事情 出了之後 基本上啊 他不是每一次蹭牆 他都鎖速 他是 大力的碰撞 觸發了一定的速度 撞牆的時候 一定的速度 以上撞到牆 他才會鎖速 所以就變成 其實 基本上輕微的插到 都還是 比較快 所以像這種圖啊 就算未來改版的 我自己大膽的推測 都還是會 撞一下撞一下 只是不會是那種 不會是這種 就會改了 就可能路彎會 路彎會煞車 但不會全煞完 他會維持一個 假設之前是220進去 你可能變成180進去 然後出彎的時候 速度會一樣 變成這樣 或是出彎比之前再更快一點 撞牆變慢 應該沒有 感覺好像沒有 龍馬低改調教 都一樣 但我覺得高改可以改一下那個 跟他講低改的話 我會推薦211 然後高改的話我會推薦212 因為他加速度起來之後 他的車 甩進去的角度 不夠 速度太快 3階以上的話我會改212 什麼時候要抽滿 你是說 布加迪嗎 讓我考慮一下 我現在很怕喔 不知道該將什麼 我們先跑路馬吧 好不好 我們不要提那麼傷心的事情 不是蓋拉多真的很扯 試一下試一下 空 然後 好 不過這個縫 還是會小滑台 不過基本上無傷大友 然後 測試一下吧 這圖其實我蠻喜歡的 這圖其實我蠻喜歡的 會滑掉的 這裡拉一下手傷 接下來這裡貼外線 再點一下手傷 羅馬這個話很穩 基本上 都不會跑掉 OK 這跟蓋阿多的加速度也差太多了吧 快動讓時間都激動的速度 真是再次感受到了 這個震撼程度 但我有 我有 我有感覺到 只要改滿了 其實 他是 你是打滑還是怎樣 如果你改滿了 都25改的情況下 除了起步輸蓋拉多之外 整體上跑起來是比蓋拉多的 成績發揮還要再平穩的 他下限值 他下限值很高 主播第一個保體就中布加底 問官方為什麼那麼好 他們說 草野已經幫我補了剩下五台的錢 你們一個個的 真的都好恨 欸 這羅馬起步是真的很慢欸 連 這什麼車阿 另外 前面那台白色是什麼 那台就是羅馬嗎 欸 你那台是什麼 我剛剛沒看 好了 剛剛滑台 羅馬起步是真的慢 哇 會打滑欸 啊 我想起來了 這圖有點問題 跟你們講 這圖羅馬有點問題 我上一次這個圖 羅馬直接原地spin 然後 害我重打四場分數 這圖地上會有那個 骷髏 然後他會有水 然後他就變成說 你撞到那個水的時候阿 你車有時候會滑掉滑掉的 超不舒服 你的表現太亮眼了 加油 我那時候這個地圖滑掉兩次 哇塞來了 羅馬的尾速 然後這裡平轉 OK 唉唷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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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尷尬送分 哇塞 800分欸 他成為了我目前最強的車 最後一場吧 最後一場羅馬 OK 需要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100到200之後 這個起步速度開始 開始狂啦 超有感 哇塞有了 五界的ECU 感受來了 有了 有了 這裡可以平轉過嗎 會滑胎 大概是可以轉過 可以轉過 可以轉過就好 這裡拉大手殺 先切進去 除彎 補個AYC 但這個 這個他還是得提前讓他斷 他現在車子會 稍微 有時候會往內拉 如果出彎的時候會往內噴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整體來說的話 其實不太會 我車子還挺好 哇塞 好快喔 天哪 哇有料欸 好猛喔 新的白車紙車試試看嗎 先不試了 先不試了 我會比較推薦大家 白車就都 都不要再試了 現在有 有能力的都上紙車 然後 那個 現實有能力的都上金車 然後那個 現實有能力的都上金車